没有错 风墙宇宙 但是居然有山友在这个时候差一点点惊传失联 而且是两名捷克级的登山客 他们27号攀爬奇来山东棱县 原定是11月7号下山 结果台风来袭 泰管处在29号就开始联络山寝入山的山友们 但是联系不到这两个人 索性今天下午的一点多终于找到他们了 确定人员都是安全无余 而且有充足的食物 天气好准之后 在派员协助他们 康瑞台风逼近 泰管处急忙联系 登山队伍 退避安全山屋 却一度联系不上两名捷克山友 寻找的就是这两名捷克人 花莲当地民宿群组广发照片要找人 这两名捷克人27号从泰鲁阁岳王亭入山 攀登奇来东棱路线 预计11月7号终点站从松雪楼下山 而依照他们的计划书 30号就应该要抵达利物山大理石营地 但疑似山区通讯不佳 泰管处联系不到人 心急如焚 立即报警处理 索性经过漏夜寻人 在31号下午1点半左右联系到人 确定人员均安 入山到第五天时 在越王亭附近就定避难 有足够的食物与水 也可以主食 以请他们原地避难 不再移动 避免会有湿温等危险 也告知对方待天气好转 就会派员协助 实在有惊无限 借程经验 花链采访报道